这个男人获得了蝙蝠的超能力 残疾的身体瞬间恢复 不仅能光速移动 而且还有顺风耳 雷达波 穿梭于黑夜中的城市 犹如蝙蝠那般来去自如 他就是暗夜博士 莫比亚斯 故事开始在一间病房里 因为同一种罕见的血液疾病 强哥和阿胜成为了病友 在长时间的相处中 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这天做透析的过程中 阿胜的机器出现了故障 好在强哥及时发现 对故障进行处理后 去到了高等学府深造 多年后 强哥成为了全球顶尖的血液专家 而且开发出了造福病患的人造血 虽然取得了喜人的成功 但他的病却还是无法得到根治 命不久矣的 他为了找到治疗的方法 不惜花费重金到荒山寻找解药 他来到吸血蝙蝠的潮血 并用自己的鲜血有诱补他们 在接下来的实验中 助手小妹发现了这个秘密 梅仙道强哥正在用吸血蝙蝠 研发血清 只要将他们的基因和人类的拼接 产生的抗凝血迹就能成为解药 不过这样做同样会有风险 但强哥显然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说话间编辑过的血清已经完成 紧接着他将血清注入到了小白鼠体内 这是他第123次尝试 然而结果还是失败 强哥对此有些失落 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 过了一会小美发现 小白鼠又活了过来 血清的成功让强哥看到了希望 第一时间将好消息告诉给了阿盛 不过还是需要经过人体的实验 才可以确保实验结果的真实性 于是强哥先到公海完成 血清的人体实验 为了安全强哥还雇佣了雇佣兵 实验进展得很顺利 需要的血清也被成功地合成出来 在小美的帮助下 强哥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成功与否在此一举 注射血清后 小妹感觉将强哥控制起来 就在她耐心等待结果的时候 一个雇佣兵闲逛到了实验室 结果就在两人交谈的时候 隔离病房的强哥突然消失 两人赶紧查看了房间 小妹发现强哥竟然倒挂在了天花板上 雇佣兵赶紧交了增援 就在这时害怕了的雇佣兵 朝着强哥开了枪 变异后的强哥反应迅速 很快支付了雇佣兵 小美再一次试图 上前制止的时候 被变异的强哥推翻 晕倒在地 等到强哥渐渐恢复理智 看到堂底的小美 强哥非常的担心 为了搞明白刚刚发生了什么 强哥掉开监控 看到自己竟然榨干了人血 让强哥不知所措 他赶紧向外界寻求了呼救 但回过神 他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很快 负责调查的光头 两人就到达了现场 媒体也是报道相关新闻 阿盛看到新闻 也是意识到了试验的失败 为了不败露自己的研究 强哥火速赶回了实验室 失去血液的补给千个 很快身体出现了不适 为了不让自己变回怪物 急忙到冷冻仓库找到人造血 在干了一代后 变异的情况很快得到控制 变异后的他还获得了蝙蝠的能力 能够像雷达一样 通过声波辨别物体的位置 强哥也意识到要维持这一切 就要定时地补充血液 而人造血并不稳定 且能够维持的时效也越来越短 为了不对人类造成伤害 强哥只能暂时把自己封锁在隔离室 没多久阿盛找来了实验室 本以为血清已经失败 但一进门就看到了两瓶 接着他发现了虚弱的强哥 在他的提示下 阿盛赶紧去洞库取来了人造血 在喝下一瓶后 强哥的变异才得到了控制 但一次同时 安生也注意到了强哥的变化 血清让阿盛看到了希望 但向对方讨要时 强哥却回绝了 他说血清带来了可怕的效果 重获健康的身体 但也变成了嗜血的怪物 镜头转到在医院的小妹这边 面对光头的询问 袒护强哥的他选择了撒谎 说是什么也不记得 警方见小美不愿意配合 所以将目标转移到他工作的地方 而强哥也成为了他们调查的对象 这天夜里 护士整理完资料后来到了走廊 但奇怪的动静很快引起了他的警觉 似乎有人藏在了黑暗里 害怕的护士感觉打开了走廊灯 可刚回过神 第二天强哥听到动静跑出来查看什么情况 没想到真的有人死在了走廊 相比警察很快就会赶到医院 为了避开警方的视线 强哥拿上一些人造血逃跑 结果刚出门 就遇上了光头 对于警方的盘问强哥巧妙地 进行了回避 但因为楼上的情况 光头想要拒捕他 强哥反应神速 逃进了大楼 在跑到楼梯的时候 强哥纵身一跃 眨眼功夫就攀爬到了楼顶 但在逃跑的时候一阵大风吹过 也就是因为这个插曲让光头带到了他 被捕后的强哥也失去了血液的补给 恐怕他担心的事情 也会在不久后发生 接着光头对他进行了审问 不过强哥已请律师唯有拒绝了回答 没多久强哥的律师就来到了监狱 让他没想到的是 来的人竟然是阿胜 为了帮强哥脱身 阿胜离开前还留了一袋血液给强哥 然而阿胜落下了自己走路的拐杖 可见是他偷走了血清 杀掉了医院的护士 为了阻挡好兄弟为非作歹 强哥果断喝下了血液 在获得力量加持后 强哥冲破窗户逃离了监狱 通过声纳定位 强哥很快发现了阿胜的足迹 但此刻阿胜已经残骸了一名老人 随后强哥在小巷里截住了阿胜 一番质问下 阿胜承认了是自己杀掉了护士 但对于强哥的抛弃 暴怒的阿胜也是直接动起了手 两人的冲突也因此瞬间爆发 紧接着两人在人群中光速穿行 互相拉扯 而他们的举动好呢 快引起了警察的注意 有几名警察想要控制住阿胜 结果反被阿胜榨干血 又干掉了增援的警察 这一幕也让强哥对兄弟彻底失望 转身想离开 阿胜却不依不挠 强哥借助风的作用直接就飞了出去 也是成功避开了阿胜 强哥找到小美说明了真相 并希望能够获得帮助 二人也是临时搭起了个实验室 此刻强哥通过对变异血清的研究 获得了抑制剂 相当于有了杀死自己的毒药 强哥的顺风耳听到阿胜正在伤害小美 为了结束这一切 强哥带上了两剂毒药 立刻开启雷达定位 然而他还是来晚了一步 此刻的小妹已经伤重不治 愤怒之下强哥冲上前就要杀掉阿胜 但阿胜也不甘示弱 反倒是强哥被一个走你 甩出了开外 就在强哥下坠的时候 安生一跃而下强加了暴力打击 强哥意外地勾挂在了电线上 随着一声嘶吼 一群蝙蝠蜂蜂而至 在强哥的控制下 蝙蝠将阿胜团团围住 眼见安生无法动弹 强哥掏出都要赶紧扎上去 来不及道别 强哥就这样送走了曾经的兄弟